欢迎大家收看亚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布莱顿与霍夫阿尔比恩对阵富勒姆直播 迎超最新比分 进球和比赛更新 前特使告诉国防论坛 问题使习拜登亚太金河组织会谈前景蒙上阴影 中局与欧盟的贸易协议破裂 双方都离开了 水牛反弹对阵老虎在日本系列赛中追平 道歉 道歉 韩国万圣节踩踏事件中的家属呼吁展开调查 请大家收看 布莱顿与霍夫阿尔比恩对阵富勒姆直播 迎超最新比分 进球和比赛更新 雅虎 2023-24赛季迎超已经开始 曼城力争未免并赢得历史性的第四个连贯 他们将面临来自阿森纳 切尔西 曼联 利物浦和其他顶级球队的激烈竞 卢顿阵在从非联赛足球中崛起后首次亮相英超 独立报将为整个赛季的每场比赛和进球提供实时报道 在首场比赛中 布莱顿与富勒姆对阵 布莱顿在控球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几乎控球率达到80% 然而 他们未能将控球优势转化为进球 被富勒姆逼成了0-0的平局 布莱顿有几次得分机会 但他们的射门不准确 富勒姆也有几次机会 但比赛已平局结束 布莱顿将努力在最近几周的困难比赛中反弹 他们在联赛中遭受了6-1的惨败 对阵阿斯顿维拉 2-1输给曼城 中间还有一场2-2的平局对阵利物浦 尽管他们在联赛中连续未能取胜 但布莱顿在欧洲联赛中尝到了胜利 以2-0击败了阿贾克斯 另一方面 富勒姆在前9场比赛中拿到了11分 并且稳坐在保际区之上 主教练马尔科·显尔瓦最近与俱乐部 签署了为期三年的合同延长 前特使告诉国防论坛 问题使习拜登亚太金河组织会谈前景蒙上阴影 南华早报 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 尽管最近努力改善关系 但中美对话仍存在不确定性 崔天凯提到了今年2月的间谍气球事件 称这是干扰两国高级官员交流的极起事件之一 他还质疑乔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11月的G20峰会上所做的承诺是否得到充分落实 崔天凯的评论是在美国继续派遣高级官员前往中国 努力管理两国关系之际发表的 中局与欧盟的贸易协议破裂 双方都离开了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与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已经陷入停滞 可能会使与该集团达成任何协议的时间推迟数年 贸易部长唐法雷尔表示 双方在日本进行的非正式讨论未能取得足够的进展 主要争议点是欧洲对澳大利亚肉类产品的更大市场准入 和对欧洲产品的名称保护 欧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双向贸易伙伴 对澳大利亚企业来说有重要的机遇 但法雷尔表示 这项协议不仅仅关乎贸易 欧洲应该考虑与澳大利亚更紧密联系的地缘战略利益 水牛反弹对阵老虎在日本系列赛中追平 日本时报 在日本系列赛的第一场比赛中 大阪进入野牛队在惨败后做出了强烈的回应 在第二场比赛中 投手龚成红也表现出色 进入野牛队凭借及时的击球 在前进入队投手信律面前占据了优势 最终以8比0获胜 道歉 道歉 韩国万圣节踩踏事件中的家属呼吁展开调查 南华早报 在首尔去年悲剧性的万圣节踩踏事件的一周年纪念日 受害者的亲属要求对该事件进行独立调查 这场踩踏事件是韩国和平时期最大的灾难之一 造成159人死亡 其中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参加纪念仪式的家属和活动人士 要求总统尹锡悦更真诚的道歉 并要求安全部长李尚民辞职 他们还要求立法通过一项特别法律 以便对这场灾难展开独立调查 法国告别世界杯 橄榄球主管机构实施新的世界秩序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法国最近的橄榄球世界杯凸显了在2027年世界杯 扩军至24支球队之前 该运动需要进行根本性改变的需求 比赛中出现了几场一边倒的比赛 包括法国以96比0击败纳米比亚和爱尔兰 以82比8战胜罗马尼亚 揭示了全球橄榄球发展的不足 当前的体育结构及强队主导 小国难以竞争 需要得到解决 世界橄榄球联合会已经回应了小国家的呼吁 重组了国际比赛日程 这包括引入一个新的12支球队的两年一度男子比赛 其中包括六国赛和橄榄球锦标赛的球队 以及改革后的太平洋国家杯 然而 这些改变并没有解决顶级国家和小国家之间 进行定期比赛的需求 国际橄榄球运动员协会对拟一的改变表示保留 并认为需要为排名第13至24位的球队 提供更多的机会与顶级球队竞争 2023年世界杯表明 需要进一步改变以促进全球橄榄球的发展 并确保未来更具竞争力的比赛 韩国军方表示 协助滞留的朝鲜船只 日本时报 一艘韩国巡逻船在两国海上边界附近 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帮助了一艘搁浅的朝鲜船只 韩国军方发现了这艘船只 并派出了一艘巡逻船 朝鲜船上的船员请求救援 韩国水手确认了他的身份 枪支管制青年活动家对缅因州枪击事件做出回应 为报 大卫 霍格是2018年佛罗里达州帕克兰枪击事件的幸存者 也是我们的生命游行组织的联合创始人 他呼吁加大努力解决美国的枪支暴力问题 霍格的评论是在缅因州刘伊斯顿发生一起 导致18人死亡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后发表的 他批评政治家未能采取行动控制枪支 指出立法者通常只在自己社区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后才做出回应 霍格还呼吁共和党解决国家的心理健康护理系统问题 并增加对枪支暴力研究的资金 特雷文 博斯利是我们的生命游行组织的董事会主席 他在2006年因枪支暴力失去了兄弟 他也表达了霍格的观点 他呼吁政治家采取行动 禁止高容量弹侠 加强背景调查 并增加对暴力预防项目的资金 霍格和博斯利都要求更多的包容年轻人的声音在领导职位上 并呼吁如果政治家不支持枪支控制努力 就要进行政治变革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熟悉的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摘要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首先 2023-24赛级英超已经开始 曼城力争未免 并赢得历史性的第四个连贯 布莱顿与弗洛姆的比赛 以0-0的评局结束 尽管布莱顿在控球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但未能将优势转化为进球 布莱顿在最近的比赛中遭遇了困难 但他们在欧洲联赛中取得了胜利 弗洛姆在联赛中表现稳定 排名保级区之上 接下来是中美关系的问题 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 尽管最近努力改善关系 但中美对话仍存在不确定性 他提到了一些干扰两国高级官员交流的事件 并质疑两国领导人在G20峰会上的承诺 是否得到充分落实 另一个消息是 澳大利亚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停滞 主要争议点是欧洲对澳大利亚肉类产品的准入 和对欧洲产品的名称保护 唐法雷尔表示 这项协议不仅仅关乎贸易 还涉及到地缘战略利益 在体育方面 大阪近路野牛队在日本系列赛中取得了一场8-0的胜利 而韩国军方则出于人道主义原因 帮助了一艘搁浅的朝鲜船只 此外 一年前首尔发生的万圣节踩踏事件的受害者家属要求 对该事件进行独立调查 他们呼吁总统更真诚地道歉 并要求安全部长辞职 此外 法国橄榄球世界杯的结果显示 全球橄榄球发展不足 需要进行根本性改变 最后 美国的枪支暴力问题再次引发关注 大卫 霍格 和特雷文 博斯利呼吁政治家采取行动 控制枪支 加强背景调查 并增加对暴力预防项目的资金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我想听听您的想法和观点 您对英超开局有什么看法 您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何看法 您认为澳大利亚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协定能否达成 欢迎留言和提问 我期待与您的互动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